为了要协助社区永续发展 台中市马明里与中芯大学合作 推动社会责任实践USR Hub 再造阿卡迪亚的计划 将传统文化与创新来结合 用当地民俗植物芙蓉菊做发想 提炼制作出芙蓉香锥、肥皂等等的产品 也渐渐带动了社区再造的无限可能 干燥的芙蓉菊与南木粉一起放入碗内 再加入米酒搅拌 用手捏成锥子的形状 芙蓉香锥正式成型 外埔区马明里与中芯大学合作社会责任实践USR Hub 再造阿卡迪亚计划 深入社区结合在地文化进行永续发展 应该说资源、材料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保护 甚至善加利用 而且有一种很尊重土地的一个角度 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人文特色 那我们能不能站在一个永续的角度去发展它 让这个社区的生命力一直传承下去 中芯大学的协助之下 那中芯大学就应用它的USR计划 能够让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 能够发展出来 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香膏、香皂、饼干等 都是加入芙蓉菊所提炼制作而成 马命令与中芯大学合作迈入第五年 借着老幼共学的理念 发向结合社区文化的课程 今年以USR Hub再造阿卡迪亚计划 让片疆能变成有活力又具人文特色的好居地 因此当地长辈就突发奇想 家户门口都喜欢种植民俗植物芙蓉菊 认为它有曲血必胸安神作用 透过年轻人的想象力与老一辈的传统文化连结 让阿公阿嬷亲手做出芙蓉手工皂 相高相追等 不仅呼应食农教育的精神 也看到社区再造的无限可能 让我们的长者来这边有活动的空间 可以做一些有比较心理想做的内容 利用这个社区的创生思考的模式 我们发现每家家户户都有做芙蓉 好像还还不错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发展一些芙蓉的课程 不知道那个东西那么好 做起来效果那么好 还有做那个 像那种香皂啦 还是精油都有 链接马铭农业研发相关产品 为目落民俗文化诸如新生命 而社区永续发展也正开端 盼能透过课程辅助 让传统与创新共存 创造更丰富的在地特色 我现在稍微还不轚